金华的陶女士说 今年6月份 有三位招商部经理都自称是一名的人 让她加盟了一名旗下的另一个品牌 结果陶女士感觉自己上当了 就是我们来加盟这个品牌的时候 他们这里的所有人 就是招商部的三个人 经理都是跟我们说 这是一名旗下的品牌 有一名旗下的呆小白品牌 陶女士保留了当时的微信聊天对话 一位招商部小菜 给她发来的是一名真鲜奶巴的介绍 和一名加盟政策 陶女士跟另一位李经理微信对话中 陶女士问 目前一名公司就一名和呆小白吗 对方回答 目前就这些 等呆小白做到跟一名一样以后 肯定还会有其他新的品牌 他们是跟我们说 就是一名占股是百分之二十 他们呆小白占股是百分之八十 但是实际上是一点都不大概的 你们问过一名啊 对 我们打电话问了一名一名呢 陶女士说 当时三位经理都说呆小白 是一名旗下的品牌 而且加盟费比一名要低得多 她就跟对方签了单店合同书 对方的公司叫浙江秦小牛商贸有限公司 服务项目名称是呆小白奶巴 合同内容是帮陶女士在金华一物开店 合同期从今年6月30号到2020年6月29号 服务费9万8800元 对方提供管理培训 技术支持和运营指导 陶女士说 当时他们是在杭州三吨数字信息产业员签的合同 这里有想纳的总部 秦小牛则是想纳旗下专门运营呆小白奶巴的分公司 在公司总部隔壁还开了一家呆小白奶巴作为样板 你们总部的那个招商部的蔡经理跟我们说 就是一名负责营进推广招商 下纳负责营销培训物流售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郭经理跟我们说就一名是账股的 那你这样你是因为我这边还有别的事 你这样就是这些那个就是每一个经理跟你怎么要说的 那应该是有结果或者啥 您在等我22号回到杭州之后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吧 陶女士说当时招商部的蔡经理还有一个微信名是 一名真鲜奶巴客服部 对方的个人名片上写的是蔡经理 头像图片用的是一名真鲜奶巴的店面外景 那个微信号我不知道谁 你现在合适是不是我公司的员工 你不敢确定他是不是你们的蔡经理是吧 对我那时候员工有很多 我先直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公司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打着我公司的名义 一会儿去招商呢 甚至他是打着一名的名义 明白吗 王总表示 等他先调查 回杭州后再给陶女士一个答复 在记者离开后不久 陶女士反馈 对方已经答应在几天之后退还他所有费用 1818红金也